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图形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画出像这样一个图形 该怎么做 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说 像这样一个图形你要先掌握就是 这个应该用所谓的环形阵列会比较快一点 那哪些是需要这个环形阵列 你就要先抓一下 环形阵列的话你会发现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弧 这个图需要做环形阵列 而且要做几次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所以要做八次环形阵列 另外一个环形阵列是这个地方 外面这个图 那这个图怎么产生 你就必须要 这边的话如果说我们要产生这个图 你就必须要先产生里面这个圆 那这个圆产生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图实际上就是以这一个圆的四分点当成是圆形画出来 可是我们必须要只取到哪个部分呢 取到这一个切边 也就是这一边的这个图 那我必须怎么样呢 删除哪些呢删除上面这一个部分 跟这一条线 那我要怎么删除才会刚刚好 就是必须呢 把这个圆有没有 往上产生下一个圆的时候呢 刚好会有个焦点 那这个焦点的话就是我要删除的 删除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点 所以呢我必须除了产生一个之外的话 我要必须产生第二个 那第二个要怎么产生呢 实际上就可以用旋转的方式 以这个四分点当成圆形 当成那个旋转的这个端点 往上就是旋转几度呢 其实旋转就必须把360度 除以多少呢 因为有八个圆 所以除以八 等于多少呢 45 所以要旋转45度 就可以把上面的部分给删掉 那简单原则讲解一下之后的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